美国没用原子弹轰炸东京和京都,真是梁思成的建议。 作者,山野1945年下,日本败局已定,但以东条英机、梅京美智朗等为代表的高层,仍暴定定为玉岁之决心,拒绝波瓷坦公告。 出于对盟军将士生命的保护,为迫使日本投降,并抑制苏联在远东的扩张,杜鲁门决定在日本投掷原子弹,以加速战争进程。 屠住,1945年8月6日,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小的男孩原子弹一。 那么,原子弹投向哪些目标?为此,华盛顿专门成立了一个目标委员会。 他们认为,轰炸的地方应该是具有相当完整的军事设施,包括有重要的指挥部或一些军队的集结点,以及军事装备的供应和生产中心,这样就可以充分显示毁灭性破坏活动的威慑力。 经初步研究,东京、京都、新系、奈良、小仓、广岛、长崎等17个城市,是适合投掷原子弹的地方。 但东京很快就被否决了,因为东京已被美国炸得不能再炸了,早已废墟一片,并且美国只需要日本投降。 要是把天皇和东条银机等人炸死了,就没法玩下去了。 另一个目标新系,是日本重要的铝制品生产基地,但距离过远被排除,最后,目标缩减,其中,京都和广岛被选定为AA级目标,有人主张将原子弹投向京都,认为京都是日本军事中心,也是日本文化中心,从心理上讲,磨灭他们的文化,是一件非常震撼的事,意义也更加重大。 图著,杜鲁门与史汀生从左致有熟知,这一主张,遭到了美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反对,史汀生表示,我绝不会同意,京都是日本的故乡,是一个历史名城,对于日本人来说,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,要是毁了京都,日本人民永远不会原谅美国。 二,其实是否轰炸京都,后来有一种说法认为,京都庆免于难,归功于中国的建筑学家梁思成。 1944年下,梁思成担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,他当时拟定了一份建议书,指出日本的京都古字,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,建议美军在军用地图上标志出来。 作为保护对象免于哄,梁思成说,要是从个人感情出发,恨不得将整个日本炸尘,但京都的园林艺术,已经影响到了全世界的园林景致设计。 还有那样的唐昭提寺,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,这些都属于全人类的结晶。 一旦炸毁,将无法补救,美国接受了这一建议,并请梁思成帮助在军用地图上标示出来。 战后,日本人对此甚是感激,曾在朝日新闻上以大字标题,把梁思成等中国学者奉为古都的恩人。 虽然日本后来修筑了梁思成的塑像已是纪念,但客观地说,美国放弃轰炸京都, 并不能说梁思成起了决定性。 屠筑,日本奈良于2009年树立梁思成同向,梁思成被日本人誉为古都的恩人。 屠筑,京都古寺庙园林。 三,美国人并非不知道保护文物古迹。 1943年,美国成立了保护与拯救战区艺术遗物和历史遗物委员会, 该会由首席法官罗伯茨担任委员会主席,故又称罗伯茨委员会。 1945年春,中国安排梁思成,参与编制中国日战区文物古迹目录和地图, 也正是受罗伯茨委员会的影响。 当时,梁思成的主要职责是保护中国境内日战区的文物古迹, 在他掌握的目录和资料中,并没有京都和那两方面的资料, 投放原子弹这样绝密的行动,也不可能会事先透露消息, 甚至征求梁思成的最后的决策权,始终是美军高层。 就算梁思成有这一建议,也难以影响的杜鲁门和陆军部长时听声的决策, 真正能够对这些人产生影响的还是罗伯茨委员会。